Windows各式应用程式及基础设定使用介绍 前面我们介绍过了硬体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软体 若用人来比喻硬体就好比我们的身体、外表 而电脑中的软体就好比我们的灵魂、能力 是触碰不到的 软体是由电脑系统以及应用程式所组成 接下来会透过两个任务 来带大家更熟悉Windows的界面操作 当我们一开机可以看到最下排的是工具列 在这边所有正在运行的程式都会在这边显示 而就跟其他工具或电器一样 我们可以透过设定它 把它变成更适合自己的情况去使用 今天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输入法 利用输入法将语言调整成适合自己的语言输入法 在使用电脑的时候 很大一部分都是透过键盘和滑鼠的输入 来让电脑知道我们想要它做的事情 因此将电脑的输入法调整成自己惯用的语言或是母语的输入法 就变得十分重要 首先我们需要先进到设定 可以从画面的左下角的开始键找到 倒数第二个设定 进到设定页面后 找到时间与语言 进去之后找到左侧的语言 并且往下滑找到新增语言的地方 在这边我们是以汉语拼音去做示范 所以我们会需要找到简体中文 并且按下一步 选择安装 接着点击这个选项 在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微软拼音 有些电脑会显示拼音输入法 点击它并且选择选项 接着点击一般 往下滑到选择次元级的区域 将它改成繁体中文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啰 而其他输入法也是透过一样的步骤 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输入法即可 第二个则是要介绍 我们要如何透过设定去客制化个人桌布 首先我们一样需要进到设定 先点击 位在左下方的开始键 选择设定 接着进到设定这个页面后找到个人化 接着点击左侧的背景 在这边找到选择您的图片 这个区块点击浏览 存取我们想要当作桌布的图片 在上面有一个区块可以提供我们去做预览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啰 而除了系统 还需要熟悉电脑的各式应用程式 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 它们常见的几种功能如下 有用来搜集资料的浏览器 也有用来整理文字排版的内建记事本或M365的Word 以及内建的字年变迁 也有用来适合美化的内建小画家或是M365的PowerPoint 最后还有帮我们计算资料 整理数据的Excel 以及内建的小算盘 我们可以试自己的需求去下载所需的应用程式 那当我们透过以上这些应用程式完成工作之后 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产品存成一个个不同的档案 随着使用电脑的次数越加频繁 档案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六种必须知道的常见功能 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聪明的方式去整理档案 这六种功能分别是档案的呈现方式 副档名介绍 修改档名 建立资料夹 删除档案 以及还原档案这六种功能 首先要介绍的是档案的呈现方式 以及副档名介绍 在这边我们准备了一个范例资料夹 方便我们讲解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透过上方的标题列 有一个名为简式的字眼 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区块 我们可以注意到版面配置的这个区块里面提供了不同的呈现方式 不同的版面配置适合不同的搜寻目的 举例而言当我们需要透过日期去寻找资料的时候 可以善用内容或者是详细资料 这个呈现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档案的资讯 像是日期 类型以及它的大小 再来如果需要快速的去寻找适合的图片 我们也可以去善用上方的超大图式 大图式以及中图式 这三种呈现方式 这三种呈现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寻找到想要的图片 而选择详细资料的检视模式呢 就可以在类型的地方能够帮助我们轻松的辨别不同的档案类型 可以看到画面中虽然都是一样的档名 但是最后却有不一样的副档名名称 副档名代表着可以帮助我们用快速的方式 轻松的辨别出不同的档案类型 这里也整理了常见的副档名名称供大家做参考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如何修改档名 一样先回到这个范例的资料夹 我们可以对着想要修改的档案 点击然后按右键 在这里找到重新命名 在这边我们可以输入新的名称 然后按下Enter就大功告成啰 第二个是建立资料夹 当有很多个档案需要做分类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着空白处按右键 在这里找到新增 里面有一个新增资料夹 在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命名资料夹的名称 接着将我们想要拖曳的资料放进资料夹 这样就完成分类咯 第三个是删除档案 我们对着要删除的档案点击 然后按右键 在这里可以找到删除 这样就可以成功删除档案咯 或者你直接按下键盘上面的Delete 也可以更快速的删除档案 而如果不小心删除到错误的档案 那也有办法补救 首先我们回到桌面找到资源回收档 在这里有我们所有刚刚删除掉的档案 那点击想要还原的档案 按右键 然后有一个还原 这样子就可以成功复人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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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